好,現在是第二段了 好的 那就想要請問您是從什麼時間或什麼事件之後 就是開始有關注過光石化這個議題 這個我就不記得了 這不記得? 因為議題就是每天如潮水一樣湧入 那就是看到議題我就去 沒有特別的 沒有特別說什麼時候 就是什麼時候這個訊息來到了我就去了 就覺得很重要 這是一個大家應該關注 就是開始做這樣的報導 對 我要介紹一個人 就是我們大安社大有一個環境大升工的課程 裡面有一個我們的靈魂人物 叫做阿娥 阿娥 對 她其實 我為什麼會參加這個大安社大的環境大升工 也是這個阿娥 阿娥 阿娥是女我 阿娥 阿娥 她是我們大安社大的這個紀錄片的工作方裡面的同學 那我們那時候 我們那時候紀錄片的課上了一段時間 她有一天就跟大家報告這個好消息 說有這個環境大升工的課 那就希望大家去聽聽看 那我就去了 一去就留在那裡 那阿娥也是阿娥給我很多很多訊息 她一直都是很關心這個台灣的環境 所以她一直都有些什麼訊息她都寄到我的信箱來 那我就看到那些訊息我就會去做報道 嗯 那有這麼多 是因為是因為國王實話那時候就是很多人在討論 所以就是也就是跟你一起做這個報道還是 因為有這麼多環境的議題 就怎麼會對這個國王實話特別就是 其實也不是對國王實話 你可以看到我的那個蠻多的 對 不是只有對國王實話 嗯 好 那 就是 在國王實話有包含了很多比如說像健康 就對大家健康或是空氣污染或是一些棲地的這些問題 那你大概比較著重在哪些的面向 我沒有 我不挑的 就都 嗯 只要是阿娥寄給我 或者說其他人 嗯 寄給我 那我覺得 欸這個好像很重要的一個會議 或者是怎麼樣 那正好我自己有空 嗯 我就回去 嗯 我通常不怎麼挑 就是就是一有這個消息就可以 對我如果有空的話 嗯 排除外難 哈哈 有我有看到那個新聞上面就有寫到這些 比如說照顧媽媽之後再特別去這個研討會 那在國王實話這個議題上面有結合外界參與或一些協助嗎 或是那都是大概有的話是大概是什麼樣的人是就是有給這個這些這些這些協助 沒有耶 我我就是阿娥阿或什麼人寄來 嗯 然後我覺得這個議題OK我就去了 嗯 嗯 嗯 那如果說要有什麼協助的話 嗯 我要提起一個人 嗯 就是我們 就是我們 又是我們大安社大環境大升工的老師 嗯 嗯 叫做彭瑞祥 彭瑞祥彭老師 他是那個環境資訊協會 環境資訊協會 環境資訊協會 對 但是呢我們都進不去因為我們沒有記者證 嗯 因為進入到政就是說官府就是說我們的衙門 嗯 他就有人有警察或守衛啊在那裡檢查你的記者證 嗯 那你沒有記者證你就是沒有辦法進去 我有一次我記得很清楚 嗯 那個那場是花蓮的 嗯 花蓮的 嗯 花蓮好像要開公路嘛 就是 替代 什麼替代公路還是怎麼樣 嗯 我忘記了 那我就去 所以我沒有辦法上去 我就是在那個一樓的 我沒有辦法進到會場 嗯 那我是在那個唐廳市 唐廳市 唐廳市有一個螢幕 嗯 哦就是它是Live接出來的 對對對 然後呢你知道好好笑哦 那他們演講的時候不是有簡報檔嗎 嗯 那它是簡報檔跟現場兩個交換 嗯 其實有時候我們我們就看到簡報檔有時候看到 結果有一次呢我們覺得我們那時候應該要看簡報檔 但是他給我們的畫面卻是照著全場 嗯 那我們就很著急我們就去叫那個警衛說 欸 我們現在要看簡報檔 然後他們他們就去幫我們去聯繫 那有時候我們又希望看到那個演講的人 然後又要去跟他講 所以很不方便 嗯 我記得有一次 欸 突然之間怎麼搞的那個我們看到 它那個那個螢幕是一個很高的地方這樣照下去 照到全場的 所以每個人都小小的 可是全場都看得清楚 我們看到所有的記者都衝出去了 我們說欸 怎麼什麼事啊 什麼事啊 就又去找那個警察說 欸 為什麼這些那個現場發生什麼事情了 為什麼這些記者都往外面衝 嗯 就是就你你懂嗎 就我們根本就是我們是話外之名 我們根本就是沒有辦法真正的了解 嗯 事情是到底是怎麼樣 沒有辦法再真正直接在現場 對 然後呢 我們看到欸 怎麼搞的 他們在發便當了耶 哎 我們要吃便當 他們 我也是記者 我要吃便當 發便當 我們沒有便當 結果 結果我就說啊 那那那那怎麼辦 好像是他們 他們 我們我們自己 啊 我記得好像是我去買便當 我說欸誰要吃便當啊 我去買便當回來 大家 嗯 所以就覺得 也是一個也是一個記者 可是沒有辦法 因為沒有那個證就沒有辦法 也是跟其他記者一起在那個會場裡面 對 所以是就是請彭老師幫忙就是 對我就跟老師說 老師 我們是我們這種記者是沒有辦法掌握現況 嗯 我們必須要有記者證 嗯 那老師就給了我一張記者證 嗯 所以這應該是最大的協助了 嗯 嗯 從去以後我也可以進去 然後我也有便當 然後我也有便當 天啊 那 想要就是 你知道嗎 大家都有便當 所有記者都有便當 我也有一個便當 那種感覺真好 哈哈哈 也被當成記者的待遇 對 不是說你自己要跑出去買一個便當 對 那通常您報導的來源是什麼 是從哪裡 啊 對了我還有人還沒告訴你 嗯 說記者還有一個好處 你知道嗎 他們那個 呃 所有的人 呃 開會開到一半 他們講完發言都完了以後 他們都會被請出去的 嗯 只有我們記者可以留在現場 聽那個審查委員 那些環評委員 他們之間的討論 哦 就是他們在討論說 到底結果是如何 只有記者可以 他們在那討論中間的對話 我們都可以聽的 哦 嗯 所以 嗯 哈哈 有記者真真好 哈哈 那您報導的消息來源是 就是 大聲公這部分 這邊嗎 還是 嗯 就是報導的消息來源 嗯 就是阿兒 嗯 阿兒還有 後來 啊對 我記得很清楚 一開始都是阿兒傳給我 那後來因為我有去參加 其他這個NGO的 那些志工的可以去拿獲什麼東西 所以啊 也或許是後來我有 我有一些啊 嗯 那個筆線 給人家 或者說我寫了東西給人家 所以 他們也有時候都會寄來給我 哦 那還是有一些什麼 比如說環保團體也會寄 對 消息 那有大概有哪一些嗎 哦 太多了 太多了 你在我那上面找 就知道有多少了 嗯 那想要問一下 就是平均製作一則就是 有關國光石化的這張新聞 要投入多少時間 或是人力和人力成本 這不一定 嗯 因為你要看那個活動的大小 嗯 像會議的話 你會議時間長 嗯 你就 像國光石化最後一場戰 最後一場會議是 嗯 嗯 兩天 兩天嘛 嗯 中間還 還 中間還一個 很多學生在那裡 在環保署外面 嗯 嗯 守候 守夜 這樣 所以 第一天 最長你有花到多久時間 就是包括 就是從一個從採訪 然後到最後完成一個新聞 放在那個PayPal上面 最長是花到大概 剛才三天 三天 三四天 那最最短呢 最短 至少也要三 兩三個鐘頭 嗯 好吧 那我 有些是比較短的 更短的就是 啊 我看到有什麼新聞 我就把它轉播 然後寫一下我自己的 那是後期 後期 我覺得 我覺得我現在已經不是好奇包包了 我覺得我是好奇小子 嗯 長大了 因為有些事情 我有我自己的想法 有自己的意見 嗯 所以我會寫一些東西 嗯 寫我自己的一些想法 我的一些批評 嗯 我的一些論斷 嗯 這樣 有自己的觀點 我就寫上去 跟一開始就完全都在錄影是不同的 尤其我現在 我媽媽去年五月十二月中風以後 我就很少到現場 嗯 只有幾次 嗯 嗯 人家來告訴 來通知我 一定要去 那我就去 嗯 沒有機場 嗯 沒有機場我到現場 那這時候怎麼辦呢 我還是有話要說 我覺得我做公年記者 最大 從從一開始 是一個寶寶 什麼 我也沒什麼話要說 我也不知道要說什麼 那我就是紀錄 嗯 可是慢慢慢慢 嗯 這做 真正做環境記者 慢慢這樣走過來 我發現我有話要說 嗯 所以雖然我不能到現場 嗯 去做現場的實況錄影 但是我看到人家 嗯 的報導 我就發現我有話要說 我就把它寫下來 嗯 所以為什麼上次你看到的那個行政院 嗯 研討會他的那個專家學者會議 有關公民記者的那個部分 他們就邀請我去 嗯 哎呦 我發現那個桌子上 那個名牌上面寫 政治線 哦 我發現還 我本來是環保記者的 環保的 或者說一些弱勢的發生啊 勞工啊 我現在居然這個是一個政治線的記者 嗯 嗯 就是這樣 我那天就說啊我不知道 我已經變成定位成政治線記者 那就是因為我沒有到現場 嗯 那我就是看到一些消息了以後 我有話要說 我把它寫下來 嗯 嗯 好 差不多 快要15了 這樣 快點一下 嗯 你可不可以幫我寫一下那個第一 第一 幫我那個 Summer一下 謝謝 謝謝